为什么魔术师用一根铁链绕过自己的脖子,一圈再打个结,还能让美女在拉动两端的同时让铁链穿越脖子? 因为魔术师并没有真的将铁链绕过自己的脖子,而是将铁链一端折叠在后面并用另一根压在上面,这样从正前方观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紧接着魔术师在将铁链打结以后交给两位助手,最后只需拉动铁链即可完成穿越效果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进入帘子后面的四位美女瞬间消失不见? 因为美女进去帘子以后就会躲到后方的暗阁里面,并用手拿着靴子模拟走路的姿势,让前方的观众以为真的是美女走到幕布后面了。 最后当帘子放下之时,美女将靴子挂在杆子上面让其升到上方,这样四位美女就凭空消失不见了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一颗金属球自由地漂浮在空中? 因为魔术师的金属球的后面还链接着一根铁丝,魔术师就是拿着这根铁丝在利用黑布的遮挡, 从而让观众看起来就像金属球悬浮了一样。 为什么魔术师可以让滑子直接穿过硬币,而硬币上面却没有任何洞口? 因为魔术师的硬币有一个特质的开关,当魔术师用滑子插入的时候, 开关就会打开让滑子通过,最后拉出滑子,开关就会自动地封闭。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金属勺子一点点地向上弯曲? 因为魔术师在已经断裂的勺子中间加入了一节塑料管,利用塑料管自身的弹力, 魔术师只需要将捏在手里的勺子慢慢放松,就能让它慢慢向上弯曲了。